就包含了充電 沒有充電感測器 同外線感測器 然後那個 沉水馬達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突然感測器 然後它只要充電 就能夠有完車輸的裝置內容 然後這個 天黑就開燈 等一下 我還忘了電子照 那這個所有的裝置的外觀 全部都是學生自行設計 學生自行設計的被我拋下 然後 後來設計的那個 所以如果東西被偷啊 它會自己亂叫 那它可能被掛在製度上面 防止它的股市被倒閃 例如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手上 放到這個紅白線感測器 就會有環境溫度 那其他也可以放那個什麼 PS8266 它就可以直接連網 把它所有的生長階段 直接記錄在原端 所以 對於課程上面 或者是實驗紀錄上面 讓學生跟老師 可以蠻靈活的運用 然後在這張門店 它就能夠變重 那你說這共同的 而如果你把它變成 亞克力 其實它就可以放在外面 這是家庭裝置 而由於這是家庭省 它就可以扮演 就好 了解